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近年来在教会中经常推行一种 一种叫做师徒传承的关系 这个叫做mentoring 与Disipleship和门徒训练有些不同 其实也是类似 mentoring就是师徒 叫做生命师父的那种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值得开心 值得高兴 为什么呢? 其实做门徒不只是知识的传递 做门徒也是有榜样和带领 有生命的感染 如果单单只是知识的传递 这种的门徒训练 或者是师父徒弟的训练 其实就只是会训练一班法理财人 是不出来的 师徒关系的传承 其实好像田径赛的摘棒一样 就是交棒和摘棒 其实在交棒和摘棒的摘力赛里面 每一个人走的速度都很重要 但是并不是唯一最重要 就是因为在交棒的范围里面 如果交得不好 这个摘力赛就一定会输 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上 其实我们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师徒一次交付给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传递下去 而耶稣基督徒给我们的榜样 我们要传递下去 在国际从事领袖训练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 也是作家叫John Maxwell 他说成功的侍奉 一定要找到接班人 他才可以圆满 英文是这样说 No success is complete without a successor 就是说你如果成功 而不能够传承的话 你的成功是有缺险 所以功成一定要传承 如果功成你不传承 你的功只是成在你这一代 下一代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今天我们要说到摩西生平的最后 而摩西他没有办法进加南 这是很大的遗憾 我们昨晚说了 他人生的污点、盲点、黑点 就是他在米利巴水 没有将耶华的命来显为成 他击打盘石两次 为背神的命令 所以神不让他进加南 所以他脱了遗 他失去了他的遗 而最后 他将这个遗 来退让给下一代 退位和让位 鼎子妹们也看过铁三角 团队侍奉 大家一起来读这句话 工人工队完成工作 工人带领工队完成工作 神的工作是生生不息的 神的工作不会停止的 工人可以过去工作 一路继续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工人 在我们这一代里 我们没有办法去交铁给下一代的工人 没有办法从工队里面找一个接铁人 而到一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人离开的时候 就变成了什么呢? 就变成了工队完成工作 工队完成工作好不好? 好吗? 不好 为什么不好? 因为各自为征 大家都有自己的地盘 有自己的山头 然后慢慢 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 就是没有一个人来做带领 所以工队完成工作 其实很多时候会产生不和 会互相抵造 今天我们需要在接铁这件事上 有更深的一些思考 在接铁和交铁的事上 我们有更深的体会 而也要做很多预先的准备 大家都听闻现在有很多的说法 叫做富二代 叫做官二代 然后叫做星二代 名星的后代 或者什么星的后代 教会有没有呢? 教会有信二代 有教二代 你要按个名字 其实很容易 我问你 到底我们下一代比上一代更好呢? 因为更差呢? 一代不如一代 或是清出于男呢? 很多时候我们很怕下面的人爬上来 比我们更好 所以他爬上来 又如何? 拿锤子打他 打他 打他 所以永远都没有办法 下一代能够胜过你这一代 如果下一代能够有你的80% 然后他的下一代又只有80% 那到第三代剩下多少? 64% 然后再下一代呢? 这样想下去 我们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 我们基督徒不过五代 没有了 根本没办法传承下去 所以 鼎子妹们千万不要一代不如一代 在摩西他自己失位 自己脱位 然后 神在他的计划里面 预备了一个人来接他的棚 这个人叫什么名呢? 约书雅 在出埃及的初期 其实约书雅就已经是摩西的最佳拍档 在出埃及 摩西就跟约书雅有合作的机会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摩西和约书雅生平里面有三个交接 三个交接是记录在圣经里面 从这三个交接我们看看 如何来到交棚 如何来到接棚 第一段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第八到第十六节 那时阿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争战 摩西对约书雅说 你为我门选出人来 出去和阿玛利人争战 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像 站在山顶上 于是约书雅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去行 和阿玛利人争战 摩西、阿伦和护义都上了山顶 摩西何时举手 阿玛利人就得胜 阿玛利人就得胜 但摩西的手发尋 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 他就坐在上面 阿伦护乙扶着他的手 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 他的手就稳住 直到日落的时候 约书雅用刀杀了阿玛利王和他的百姓 耶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阿玛利人的名号 从天下传言图没了 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为纪念 又念及约书雅听 摩西逐了一座坛 人起名叫耶和华尼西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世 必世世代代过阿玛利人争战 摩西大利以色列人出埃及 其实他们人是很多的 不过是乌合之众 他们没有受过军分 他们没有经过这个争战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不费一兵一卒就得胜了埃及人 是谁跟他争战呢? 是神 他们根本都不用打 就是红海的水复合的时候 把所有埃及的军兵就埋在水底下 所以实际来说他们出埃及 他们从未打过一次的仗 他们没有作战经验 他们没有组织 他们又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 是一支的习牌军 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呢? 面对的是非常凶狠、强悍、残忍 而且熟悉当地的地头虫 就是阿玛利人 他们要出来和以色列人争战 阿玛利人是以东派的一个支派 他住在巴勒斯坦西南的地方 摩西他在这一刻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他叫约书亚出来 约书亚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出埃及的第十七章 而摩西他想识以约书亚 摩西他选招了约书亚出来 我相信摩西也不会随便找人 约书亚一定有他的潜质 约书亚一定有他的实力 也很可能他已经预备好 而在这一刻他可以迎接更大的呼唤 鼎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 还是英雄做时势? 时势做英雄是第一 英雄做时势是第二 第一还是第二? 第一 第二 第一 第一 如果时势做英雄 不是英雄是九雄 那又怎样? 有时势做不做到英雄? 做不做到? 做不到 而英雄他有本质 是没有那个机会 他上不了位 怀才不遇 那又能不能够制造了他里面的英雄的本质? 又不行 所以我觉得两个都对 在什么情况下 在什么情况下 英雄做时势 如果你自己里面没有财干 你里面是空空洞洞的 你里面根本未预备好的 真的有一个机会给你 有一个时势给你 你上不上位? 上不了 我教一些神学生 我说 你们想不想在一千人 两千人 甚至一万人的面前说到? 上不上? 哇! 很多人都说上了 上了 但如果现在真的给你一个机会上去 我想你上去之后 从此你就消声匿跡了 没有人再请你 因为有一个平台给你 你要有这样的实力才行 对不对? 你是英雄 而那个事势 你才能做到你的英雄 当然 如果你有实质 我相信神会给你有机会 如果你有这样的实力 所以我经常劝弟兄姊妹 你不要一下子就要露头角 信了主没多久 就这样又做 那样又做 然后全部包揽在你的身上 哇!很多的侍奉 然后觉得自己 亡得不亦乐乎 也很威风 哇!你看看我信主 没多久 你看看教会多少东西都在我的手上 我告诉你 你是为自己制造灾难 因为有一天你里面不够了 灵性不得好 你遇到困难 遇到问题 你以为侍奉那么容易? 你以为侍奉就是这样平暴精魂一路上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里面没有那种灵命的实力去应付 你一下子就叭! 就跌下来 而跌下来可能起不了身 到有一天你可能消失了 所以不要出名出得太早 不要出名出得太早 我也对很多传道人说 都不要出名出得太早 有时要躲在自己的基立溪 躲在什么? 在撒纳法 然后在那里来学习 等候信服 然后内在自我增值 当我们预备好之后 如果给我们一个平台 一个崗位 我们就可以胜任愉快 顶前面如果你看到这个地方 我相信约书雅已经预备好 他预备好 然后有一个时势来 他这个英雄的本质就可以彰显 所以当这个时势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摩世和约书雅这两代 他们配搭侍奉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一种叫做生命的感染 而让他们配搭一起侍奉 掌有配搭 然后神人同工 摩世对约书雅 第九节说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阿玛力人争战 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仗 站在山顶上 如果你是约书雅 你会怎样呢? 听又不听呢? 如果约书雅是一个小心眼的人 他不是那些宽宏大量的人 我想他会这样想 哇! 你就好了 你上山看风景 我们在下面打餐死 那这不是全都好吗? 在最紧急的关头 你的总司令和总指挥 不在地上去指挥 你走去上山 那时候又没有手机 又没有什么WhatsApp 那你怎样可以在山上 指示下面的人来打仗呢? 如果你是约书雅 你会觉得这个建议是匪夷所思 是吗? 是怪的 这是怪招来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约书雅他就顺服了 他就照着去做了 很可能你不太明白 但是你相信这个领袖 他不是为自己 我说这个地方 摩西有一种生命的感染 让下面的人能够信他 服他 而下面这个副手 也有一种生命的特质 就是他愿意顺服他的顶头上士 丹姐妹如果做副手 你不懂得去顺服 我告诉你 你一直想出头的话 你不会做一个好的领袖 不会 因为你是要显扬自己 你不愿意服在人的大令底下 你根本就不配来做领袖 今天我觉得在教会里面 有一种叫做独立的灵 英文叫做independent spirit 我觉得基督中心堂的顶姐妹 你们很乖 你们在这个传统底下 受很好的训练 我也相信你们是很顺服的顶姐妹 不过我们也要小心 有时在一个很好的传统 一个道统底下 有时难免我们受世界的影响 这种叫做有害的独立性 叫做harmful independence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服你呢 我为什么要服你呢 你是什么谁 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 我们自己有我们的议程 我们自己有我们的意见 我们不愿意去顺服 特别那些在位的 这个世上有一些叫做民主 讲到一个地步就是反权威 反权威到一个地步就是 无论怎样都可以 总而言之是有权威的人士就反了 这种就是所谓的民主倾向 我觉得在圣经里面 他不是很强调民主的 他是强调什么 强调神主的 神来到主导 圣经里面有几次民主 都不是很好结果 十比二 最后十个探子说不要去 两个说去 那谁好 投票大多数赞成 那怎样呢? 不要入加拿 总而言之 民主要在旧日里面 他们要王 大家投票 要不要个王呢? 要 然后将神推出门外 然后将撒母义的领导 和他的劝勉都自至于不停 这种叫做有害的独立的灵 顶姐妹 你如果看摩西若书雅 他们有一种生命的结年 那种生命的结年 就从一开始已经有 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是有一些缘分 普通叫缘分 但其实不是神的安排 摩西连事以掌 他缺乏体力 但他有灵力 他有定力 他有影响力 而若书雅年轻 那时候他冲得有什么力? 他有气力 他有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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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魄力 其实都需要在教会里面 灵力 定力 影响力 加上魄力 魄力 这两股的流合在一起是不得了的 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有熟灵远见的领袖 今天教会有这些领袖 就可以辞定教会熟灵的方向 不会随便变为创新而创新 而将很久很久的美好的传统 一下子就打走 但教会也需要有些冲敬 有些干净 甚至有些傻净的人 有没有注意到 有些人有些傻净的人 有些傻净的人才能做到神的工作 如果你计算太多 然后想太多 然后保护自己太多 你做不到事 就傻傻地 就做到事了 就做到事了 记得我说那些很有信心的人 在人体上都是傻傻地的 因为他做的事 是普通人不会去做的 普通人不会去做 那他们就会说傻的 是的 有时要为基督的缘故 做个傻人 有些傻净 然后才可以完成神的工作 很多宣教士其实都很傻的 去到一些盲方的地方 自己都不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 那他们就走了 傻 但是在神的角度里便需要这些人 我们看到他们掌有配搭 一攻一守 一前一后 这两种人都非常需要 我们不单看到掌有配搭 而他们是在神人同工的底下 来打这一场仗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碎手 阿玛利人就得胜 你看到这个举手 其实就是一个象征 是倚靠神仰望神 是祈祷在上面等候神 而约书雅在下面打餐死 而直到一天神和他一起 将阿玛利人完全打败 顶着我们在神的工作里面 我们上一代要树立一个榜仰 这个是什么榜仰呢? 摩西在山上的榜仰 是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看到他倚靠神 对吗? 他的生命和灵命是值得很多人来跟从 而他不只是用他的头脑来指挥 他不是用他的说话来吩咐 而是用他的生命来做榜仰 所以约书雅 我相信他在那一刻看到生命的榜仰 感染他 而他愿意和摩西一同来配搭 甚至会问你一个问题 做圣工是要靠神 因为要靠人 靠神 你要知道有些问题不一定是either or 不是有你就没我 有我就没你 你猜这个问题是否有我就没你 有你就没我的 不是 有些人说又靠神又靠人 其实答案应该是又靠神又靠人 不过现在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靠神靠多少 靠人又靠多少 五五分杖 不是 七三分杖 即是靠神七 然后靠我三 是不是? 好吧 我问你 有些人说八二 好吧 我出两分 神出八分 那我做事就做十分之二就算了 是不是? 你搞一个十分之二的投入 你算不算全心全意来侍奉主? 不是 如果你不是全心全意侍奉主 那你怎么可以得主的喜悦? 所以这些什么七三分杖八二分杖 这些 拿来说 拿来说 在属灵与神同工里面 叫十十分杖 大家听不明白? 你出十分 神又出十分 加上就是十分 不是二十分 即是你出百分百 神又出百分百 加上就是多少? 百分百 这条数换得算 你们回去自己想想 如何计算 如果我们看看这段经文 其实我用黄色的凸显了 这段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已经很早就已经把约书雅选拔了 为什么呢? 因为耶华对摩西说 你将亚马力人的名号 从天下传言图没了 你要将这华写在书上作纪念 其实就可以一个圆圈了 对吗? 为什么后面要加一个 又念级约书雅厅呢?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 在很早很早的时间 神已经有这种交棒和接棒的 这种观念 他知道人要过去 而上一代和下一代要有很好的配搭 所以在这一刻 他已经把约书雅的参与 放在一开始的亚马力人的争战里 所以交棒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交棒的第一个原则 就是尽早训练接棒的同工 藉着生命去感染生命 今天我们要讲摩西和约书雅 你就要辞定的第一个原则 今天你要好好地 特别我们过了四十 过了五十 然后时日无多 你就要好好训练下一代 你不要等到你六十、七十 然后到你走的时候 就说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现在要走了 麻烦你了 这个位置让你坐 他一定坐不住 而他根本没有能力可以坐 这个位置 尽早训练接棒的同工 藉着生命去感染生命 第二次他们彼此交接 是在《文数记》第十一章 二十四到三十节 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 告诉百姓 由招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 记不记得 我们说有第二种的同工 就是属灵伙伴 就是神说摩西啊 你去找七十个长老来 你不要独自担当 你灵里面那种的负担太重 你要找七十个长老 然后摩西就出去 然后就叫了七十个长老来 使他们站在汇幕的四围 而说在云中降临 对摩西说话 把降与他身上的灵 分次那七十个长老 灵亭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受感说话 以后却没有再说 但有两个人仍在云里 一个名叫伊利达 一个名叫米达 他们本是在那些被录的人中 却没有到会莫那里去 灵亭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在云里说寓言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 伊利达米达在刑里说寓言 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若书雅 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说 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贼道人蒙 为愿耶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不好意思 愿耶华把他灵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 都回到刑里去 在这一次 灵降临在七十个人身上 这七十个人 我们说他们就是神选定给摩西做他们的属灵伙伴 神安排他们有一个时间 有一个地点 他们要聚集 然后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这是神同在的一个名证 也让他们百姓知道神与这些人同在 但是有两个人 一个叫伊利达 一个叫米达 正经说他们是在那些被录的人中 但却没有到汇莫那里去 很可能他们是七十个人里面的其中两个 但是他们没有按时间没有按地点去到营里面 就是说他们有个聚会 他们没有来 那个聚会是圣灵降临 然后那两个没有来的应该是什么 不侵他们玩 他们没有来 他们在营里面又受圣灵的感动 然后他们在那里说寓言 有个少年人就走来说 喂 那里又有一档 圣灵又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摩西的帮手 大家注意 这里称他为摩西的帮手 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弱书雅 所以在出埃及记地十七章之后 约书雅有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就是摩西的帮手 就是摩西所挑选的人 所以也有摩西的选拔在里面 摩西也愿意提携他 而他就跟摩西做了一个建议 说什么 他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什么原因要禁止他们呢? 什么原因要禁止他们? 因为他们不在框框里面来操作 那个框框是什么? 要来聚会 然后在这个地点上 圣灵降临 而他们不在框框里面 他们受的灵到底是否真的圣灵? 是否神的灵? 可能是邪灵也未受到 所以他们 约书雅就向摩西提议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怎么说? 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质道人吗? 为怨恶华的百姓都受这样说话 怨恶华的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你看到约书雅这个提议 有什么的缘外之音? 对不对? 其实约书雅是替摩西来巩固摩西的权力 对不对? 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开一档 那里又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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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很难管理 对不对? 所以最好全部都离什么? 离我这一档 而在这个范围里面做的事才合法 其实约书雅很想为摩西来说话 他很想顾念摩西的权力 巩固他的权力 如果我是摩西 是一个顾念自己个人利益的 我会说 约书雅你心得我心 你的提议正合我意 如果这样下去很容易失控 好 我们要叫做centralize 中央管理 全部中央管理 你如果看摩西 你看到他是很特别的一个 他是突破框架的人 他突破框架 他突破框架是什么框架呢? 就是此时此地的框架 弟兄姊妹 我们当然要明白一件事 信仰、真理、道德的标准 这些是不能改变的 是一定存在的 但是有时我们要看整个时势 我们要看整个社会 或者整个教会的需要 有时要按 罗马书十二章 那里说什么? 要心意更新变化 然后去察验到底神在这个世代里面 他的善良、顺存和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心意要更新、要变化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在属灵的领域上 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 是不照人给他的框架 人要他做王 他就偏偏来做受苦的尼赛雅 圣州救赎 狮子若翰没有受正规的训练 但是他被神大大的使用 他在旷野神学院自己学 在教会历史里面也有很多不按常规 但是却是蒙神使用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有一个宽大的心 我们要看什么呢? 我们要按神的心意 不是巩固我们自己的权力 我们不在我们自己固有的思维框架里面 而规范了神的工作、神的能力 当然 有时我们也要有神给我们智慧的判断 但是在压力的底下我们要勇于改变 勇于改变 那我们才可以并发我们内在的潜能 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长老 他在教会周年的时候这样说 他说我们要庆祝三十周年 三十年有很多感恩的事 教会没有出过什么大乱子 这三十年来 教会有很多人受洗 但是有很多人离开 到三十年的今天 我感谢神教会仍然有一些气息 虽然我们没有什么突破 你觉得好吗? 好吗? 如果保守一些来说 这个叫做稳扎稳打 不过不失 但是我觉得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要为神甘于来突破我们的框架 在我们旧有的思维里面 我们谋求一些突破 而维持现状不是你满足和感恩的原因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是五十年不变 那你就为此而感恩 你要求神帮助 能够突破你固有的思维 我们的事工要有突破 我们的思维要有突破 我们的读经要有突破 我们吸纳的童工要有创意要有突破 心意更新而变化 然后按着神给我们诸般的智慧 不是诸般的智慧 然后去造成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人人侍奉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不是我看到的这群人 而是在我的框架里面的这群人 然后我才让他们侍奉 我愿意吸纳一些不同思维 甚至它是在框架外面有颜色的那种 我们都可以吸纳 人人侍奉 你为我的缘故来疾导人 为怨耶和的百姓都如何? 受感说话 为怨耶和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以不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 那里说 他所知的有仕途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承传圣徒各进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是要让信徒来起来 然后承传他们来各进其职 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等于教会不是传道人来建立 教会是各个圣徒来建立 牧师传道他们在旁边提供训练 提供辅助 在旁边提供一些把关 然后实际做的就是我们这群人 所以这叫做人人皆祭司的一种神殿 其实在摩西的时代已经有了 第二个胶盘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记财 有时候要突破框架 鼓励人起来侍奉 鼓励突破旷阔视野 第三次他们交接的是在文数记第27章 文数记第27章 文数记第27章 第十二到二十三章 文数记第27章 耶华对摩西说 你上至亚巴临山 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看了以后你必归到你的列祖那里 像你哥哥雅伦一样 因为你们在沉的旷野 当回众争骂的时候 违背了我的名 没有在涌水之地回众眼前尊我的名为圣 摩西对耶华说 愿耶华说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自你回众 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 也可以引导他们 免得耶华的回众如同没有牧羊的羊群一半 大家注意了 耶华对摩西说 乱的儿子若书亚是心中有圣灵 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传会众面前 来祝福他 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 使以色列传会众都听从他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 以利亚撒要凭污灵的判断在耶华面前 为他求问 他和以色列传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 于是摩西照耶华所吩咐的张若书亚领来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传会众的面前 按手在他头上 祭司以利亚撒和传会众都要祝福他 至赵耶华值摩西所说的话 摩西到最后 神就告诉他 摩西呀 你现在上阿巴临山 你看看我要给以色列人的地 来吧 你看吧 不过只有一个体字 你不能进去 即是什么呢 即是说 我现在给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给你看 我做了很漂亮 你最喜欢吃的 不过你只有一个体字 你不能吃的 如果你是摩西 你会怎样呢 如果我是摩西 我会怎样呢 我会跟神说 不看也罢 不用看 反正都不能进去 为什么要看呢 不用看 你觉得是不是很心酸的一件事 很心酸 摩西其实他也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不过现在神提出来 是不是挑起了他里面那种 一直压抑的那种翻腾 而再一次提醒他人生的污点 就是因为你在会众的面前 没有尊我的名为性 所以你可以看你不能进去 很大的遗憾 对吗 记得我们说摩西不能进去迦南 是因为他什么 没有神给他的签证 他没有签证 因为他生命的破口造成 他没有这个签证 我问第二兄姐妹 到底摩西想不想进去迦南呢 想不想 想 你怎么知道他想 按照道理来推断 他是想的 因为他已经带了他们一群人出埃及 他的目的 他的使命就是要遵神的心意 带他们进去迦南 是我们第一课说的 然后他经过千辛万苦 在旷野里面受这么多的委屈 受他们这群人的顶撞 然后到这样的地步 因为一次的失误 他就去不了 其实如果大家看《生命记》 第三十 这里留了一个字 三十 不知三十多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摩西再三恨求主 说 请容我过去 让我看见那未地 神怎么说 神说 罢了 不要再提了 即是说 Case closed 这个Case 已经不能翻案了 你不需要再提了 所以摩西其实他想入迦南 他再三的地理祈求 他想入迦南 如果是一个深空狹窄的领袖 你猜他会怎样反应 你猜他怎样反应 神啊 其实 我在你面前那次生怒 我在涌水之地 没有遵循你的名为圣 其实这群人都要负责任 是他们激怒我的 他们激怒我 如果不是他们激怒我 我怎样会 那天不断打盘石两次呢 所以如果我不能进去 全部人都不用去 大家抱着一起死 全部死在抗野 你觉得如果这样说 是否从人的角度来看 似乎有多合理 对不对 对吧 但是摩西他有没有这样说呢 他没有 他没有 他有一个伟大的胸襟 他说 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 立一个人 治理会组 我听了之后 我心里 我说 摩西啊 我向你致敬 我向你致敬 他自己进不去 他没有说 全部与一起死 没有 他说 神啊 我进不去 但是这班人 他好像羊 没有木人一样 麻烦你 拜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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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 你现在立一个人 来治理会众 你有没有看到摩西那种 肚子里面 可以撑船那种的伟大胸襟 有没有 他愿意交棒 他愿意看到一个人摘他的棒 他不是看自己的荣辱得失 如果他看自己的荣辱得失 他这个棒就不用交出去 一起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整个工作因此而消失 没有 本来带他们到埃及到这个地步 已经是差不多十分之九 就是差过一步而已 如果因为摩西自我膨胀 自我的原因 而完全来打垮 实在是很不值得 鼎姊妹今天 为什么有些人在教会里面 他不能交棒 其实应该是时候交棒 但他不交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自我太大 他们觉得是他的 这个地盘 这个山头是他的 他怎么可以交 你千万不要搞错 那个地盘不是你的 那个山头也不是你的 你只不过是一个管家 他说神托付给你 神交这件事给你 而这件事是神 不是你的 第二个原因 人不能交棒 就是他以为交棒 就等于失败 交棒就没有了影响力 交棒 人不理他 就理谁 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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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不敢交棒 也不肯交棒 鼎教妹 如果你真的到这个时候 你要交棒 我就求主给你 能够有一个 甘心情愿 你看这是神的工作 不是你的工作 如果有人能够清出于蓝 是不是神的荣耀呢? 如果一代不如一代 你觉得神的荣耀是放在哪里呢? 虽然你好看 但是神不好看 因为教会一直来到乡下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我们那一代 大卫他服侍那一代 然后他就睡了 大卫明白他是服侍那一代 我也明白 我在达拉斯 我牧养了十三年 然后我要辞职 我要离开 我就交棒 我知道什么呢? 我在这个地方 我那个时刻 服侍的时刻已经过了 所以我交棒 交棒有什么秘诀呢? 如果你看摩西和药书雅 你可以看到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最好内部提升 就不要空降 你空降下来 他又没有那种文化 他和人又没有那种默契 所以遲早可能都会出问题 少有例外 但是很多时候 你空降外面一个人进来 是有麻烦的 拼木 我觉得最好就是自己人想 因为从外面邀请来 他有很多的食刑 甚至于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建立一种 叫做栽培领袖的文化 栽培领袖的文化 在美国一个叫做 合图溪教会的牧师 叫Bill Hybels 我也提过他的三个诗 记不记得 Character, Competence, Chemistry 就是说同工要有这三个诗 他写了一本叫做Courageous Leadership 而在Courageous Leadership这本书里面 他说教会的领袖 优先的文化的次序是什么呢? 就是他要投资在更多的时间 在栽培下一代的领袖上 他说教会的领袖 应该将这个优先次序搞清楚 就是花多一点的时间 花多一点的精力 在培养青年的同工 能够以后可以上位 这样才可以生生不息的 来建立教会的传统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优先 在团契上也是 你不要自己做做做做做做做餐死 到你做不到的时候 下面的人又接不到 你在你做餐死的当中 要拨一段时间的精力 将这种放在优先 来栽培下一代的领袖 如果你注意 神也很幽默 祂说你要找一个领袖 治理会众 你中间有一个乱的儿子弱书雅 祂是心里有圣灵的 你叫祂来 然后你按纳祂 然后你又给祂几分 尊荣 我觉得神很明白人的心理 你觉得当一个旧领袖要走 他又在那里 他虽然不在其位 但是他在那里 他有没有影响力 有 很多人仍然找回旧的领袖 他不找新的领袖 所以神说 摩西 麻烦你 你交了棒之后 麻烦你把你头上的光环 分给下一代的领袖 这个叫做 把你的尊荣几分 分给他 使以色列传媒众 都听从谁 要输 要输 那自己好吗? 自己赚回来的光环 现在要分给别人 你觉得容易吗? 不容易 但是 唯有是这样 新领袖 才可以上位 第三 过程要干净凌落 不要拖拖拉拉 你知道有些人交棒 不是交棒 那种叫做拉脚 就是交 然后怎么办? 不放 那个人就抢 但是你又不甩手 交的时候 又交得不甘心 心不甘情不愿 交完之后又不放 然后有些摘棒 就趕着 就说 却轮到我了 不是摘棒 是抢棒 在那里 就拉脚 所以一定要干净 凌落 清清楚楚 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这个不在圣经里面 是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我做你看 我做你看 多久呢? 这个见仁见智 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一起做 然后第三个阶段 你说 你做 我看 你做 我看 第四个阶段 我没有眼看 你做 我没有眼看 我就走走了 这个 就一定要这样 要不然你经常看着 他根本没有那种自由 来好好发挥 今天我们要看摩西 他和约书雅的三个交接的时段 你看到最后这个 就是摩西掌握时机 他在唱顺交棒 他有一个伟大的胸襟 然后 他有交棒的秘诀 我们昨天说了 我们不可以用一次的失败去断定一个人 不可以用一次的失败去把整个人的事奉抹杀了 听见摩西他离开世界的时候 在生命记地三十四章 说神将他埋葬了 我们早上说以利亚 以利亚他死的时候被火车所火马接走 这个叫第一荣誉 第一荣誉 就是不用死 第一荣誉就是不用死 第二荣誉就是死的时候有神和他埋葬 这是第二荣誉 你和我也是第三荣誉 第三荣誉有高有低 我们死了就怎么样 不是你自己埋葬 我们死了就是普通人和我们埋葬 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厉 有头有面的人来和你扶灵 当然你躺在那里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如果你有特别的感觉 你会起床来和他们感谢 多谢你们抽空 有些可能有权威 有头有面的人和你扶灵 有其他普通人就是这样离开 这种叫第三荣誉 其实没有什么荣誉 就是你和我 所以摩西神亲自埋葬 他是不是对他一种尊荣 对吗? 而摩西死的时候 以色列人为他哀哭多少天? 三十天 我说如果我牧养教会 我离开世界 我这些弟兄姊妹为我哀哭三个小时 我已经很开心了 有什么说三十天? 三十天? 所以那帮弟兄姊妹都知道摩西是伟大 所以公道自在人心 而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摩西有没有进加南? 没有 不过也是有的 过了一千四百多年之后 神给他的脚踏迦南地 大家如果去过圣地就知道 有一个地方叫做变象山 是他博神 摩西在变象山出现 对吗? 可能摩西和神俩了一千多年 神说让我去吧 神说 好吧好吧 这个机会 不过你去一会就回来 你不可以留在那里很久 出现了没多久 然后呢 就离开了 他有没有脚踏迦南呢? 有 不过是一千四百多年之后 他那个签证 是一千多年之后才批准 一千多年之后才批准 一千多年之后才批准 好吧 你去吧 最后 他也进了加南地 摩西这一生 其实是非常传奇的一生 摩西有没有失败呢? 有失败 摩西有没有软弱呢? 他有软弱 你和我们的一生也有软弱 也有失败 但是你的软弱 你的失败 如果你在那个当中 你一直沉沦在里面 你一直不起身 不抬头的话 那个失败会影响你整个人生 摩西虽然失败 但是他后来 你看到他那种的心肠 你看到他对神那种的敬畏 你看到他对弟兄姊妹那群群的爱故 你看到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他的胸怀 然后最后他得神的尊重 他也得他的百姓的尊重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讲摩西 你和我可能没有达到他这个领域 但是他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已经64岁 我有一次坐的士 那个人问我 他说你猜猜我多少岁 那个的士司机 我说你大概四十多 他说五十啦 那我就跟他说 那你又猜猜我多少岁 他说你呀 你猜吧 他说你呀七十啦 他说我像七十 那我就老了 不过我们做牧师也不介意 老就老了 人家觉得我老 所以我也不染头发 白佛是老年人的冠冕 所以我不把冠冕拿走 在我六十岁的生日 我刚刚在中国带着一个传道人的聚会 提摩太后书 我礼拜四那天是我生日 礼拜五我就要说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而我预备的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保罗他那段说话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当跑的路我都跑尽了 所守的道我也都守住了 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传留 我在那一刻我和太太没有特别的庆祝 在那六十岁生日 但我觉得我们一起祈祷 而我那天的祈祷 我说神求祢给我有保罗的心志 祂走人生的道路 走到最后祂可以跨口 然后有一个海歌 虽然祂在痛苦的当中 但是祂完成神的使命 我说神求祢给我 好像保罗一样 英文是finish well 中文就是三个字 叫保晚节 保我晚节 大家知道保险公司什么都可以和你保 就是不保你的晚节 谁可以保你晚节 神可以保你晚节 所以我求神保我的晚节 你知不知道保罗是如何离开世界的 我去罗马去了三次 第一次我带了一个团去 当时我都没去过 不过我带团去 跟着他们的行程 然后在车上 在一些景点上讲解 但第一次我发现 他们有好几个景点没有去 其中一个叫保罗斩头的地方 叫三水泉教堂 所以我第二次去 我在罗马教书 我教完书就请教会的弟兄带我去 那个弟兄跟我说 他说乃牧师 你想去那里吗 我说是呀 我想去那里 他说那个地方很神奇 我每次去都哭 我看着他 我不敢说 不过我腦里面就想 你肯定是多受善感 一个大男人 没理由去 这么多次你都哭的 我又想去看看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神奇 让这个弟兄每次去都哭的呢 他就带我去 现在说起了差不多十年前 他带我去的时候 那里是一个很宁静的地方 没有什么旅游车 也没有什么旅游团 在那里很深的一个丸余 进去之后要走一段路 然后走一段路 去到保罗斩头的三水泉教堂 前面有一段路 他们就保持了那段路 相传就是第一世纪那些的路 他没有铺 就是留一段 然后被人在那里来参观 我在那段路的上面 我在那里默想 而在那一刻 就是保罗那几句话 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当跑的路我跑尽 所信的道我都守住 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传留 神奇了 就流眼泪了 就在那段路 就在那里流眼泪 我自己想 什么原因我在那里流眼泪呢 我所流的眼泪不是可怜保罗这么凄惨的眼泪 我所流的眼泪都不是无奈的眼泪 我流的眼泪乃是感激的眼泪 我流的眼泪乃是激动的眼泪 因为我发现在这地方有一位神的仆人 他走完他人生的这条路 然后在这段最后的路 他走完之后就进去这个营场 然后就被人斩头 相传他的头落地的时候 碰碰碰 就敲了三下 然后就出了三个水泉 所以叫做三水泉教堂 我在那一刻我为神兴起了一个这么伟大的领袖 我感谢神 我为了祂生命的榜样 我感谢神 为了祂愿意将自己的生命 来摆上牺牲 然后为了神国度 为了神的宣教和福音的缘故 祂无愧也无悔的一生 我在那里感谢神 顶姊妹 摩西过去了 约书亚起来 我们早上说以利亚 明天我们要说以利亚过去 以利沙要起来 我们说保罗要过去 他交托给谁 提摩泰要起来 我最近这十年 我也觉得有一些唏嘘 我们小时候 很多我们尊敬的神博 他们一个一个被主接走 林道亮牧师 赵元廉牧师 沈保罗牧师 于力公牧师 曾林芳牧师 藤近辉牧师 包园牧师 和唐游之牧师 是他们的下一代 而我们现在也说要走完我们人生的路 请问神国道里的约书亚在哪里 神国道里的以利沙在哪里 神国道里的提摩泰在哪里 很可能就在我们中间 就在我们中间 摩西的神没有改变 以利亚的神没有改变 保罗的神没有改变 我们要像以利沙所说的 以利亚神在哪里 是 以利亚神没有改变 但是神今天要问一个问题 神的以利沙在哪里 神的以利亚又在哪里 神的约书亚又在哪里 主啊我再借礼 主啊我听见你呼召的声音 主啊你对我的恩情 我怎样对你无情无疑 天父上帝我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祂为我 也为我们写了自己的生命 天父说求你给我 能够有一个坚深决意 能够为你以活 直到那一日 欢迎见你 我们请思琴继续谈 今晚是我们讲摩西生平的最后一晚 神的摩西在哪里 可能神的摩西已经慢慢要离开 但是神的约书亚在哪里 今天这个世代是需要你兴起 你去接这个棚 顶姐妹 我不知道你心灵里面有没有预备好 一代的领袖过去 而下一代也都差不多要过去 然后有没有下一代 教会有没有盼望 顶姐妹 神的国度需要你 需要更多的约书亚 需要更多的伊丽莎 需要更多的提摩泰 今天你愿不愿意 为神的国度的缘故 为神的家的需要 你愿意接起这个上一代的棚 然后在教会里面有更多更大的侍奉 时代的摩西可能过去 但是神要兴起时代的药书亚 你愿意应主的呼召 做一个全职的工人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在这一段的时间 好好祈祷 你说主下我再借女 我再借女 我不敢辜负你的恩典 我现在不敢做一个无情无疑的人 求主让你的令再一次感动 我们顶姐妹一切安静在主的面前 有一段你和神对话的事 顶姐妹牧师在最后一晚 希望能够用两个的问题 来结束今天这个聚会 第一个问题 你愿不愿意接上一代的棚 在教会里面承担更多更大的侍奉 这个是对所有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是在什么崗位上 你愿意抽多点的时间 来侍奉神 接起教会侍奉的一旁 免得教会有青黄不接的一种情况 如果你有这个心智 牧师很想看你的右手 你将你的右手举起 好吗? 就是更多在教会里面来侍奉神 我看见了 请放逝 看见了 请放逝 请放逝 我再问 有没有哪位愿意在你的崗位 可能你在外边还有继续的工作 但你愿意腾空更多的时间 你看电视的时间 你自己享乐的时间 你自己睡觉的时间 你愿意在教会里面 来承担更多的侍奉 如果有 牧师再问最后一次 这是第一个问题 如果有请你举起你的右手 举了的不用再举了 请放逝 第二个问题 我要求神 在你的心里面 来做感动的工作 你愿意应主的呼召 做全职的工人 你愿意放下你自己 可能你的宏愿 你的大志 以神的心意 来代替你的心意 愿意承担时代的使命 有一天神呼召你去神学院 来受造就 然后将来出来 在神猜派你的崗位 来侍奉神 有哪位你愿意 听到神的呼召 你作出回应 请你举起你的右手 有没有这些 我看见后面 看见前面 请放递 再问 我再问一次 今天时代的约书雅在哪里 接棒能够传承 成为神国的工人 传职 来侍奉神的人 在哪里 今天神的国度 需要更多的人 更多有恩赐的人 更多有负担的人 你愿不愿意 应神的呼召 来做一个 时代的约书雅 如果你愿意 你祈祷 然后你举起你的右手 给牧师看 肯定举手的 不用再举 有没有哪位 我看见 看见 就有没有 天父上帝 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 我们看见 有众多的弟兄姊妹 他们应时代的呼唤 他们愿意 你接棒 愿意在教会里面 承担更大 更广的侍奉范围 甚至有弟兄姊妹 他们愿意 应主你的呼召 来做全职的传道者 有一天 他们要在神的家 神的教会里面 来侍奉你 求主你祝福 带领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在这里 每一位 让我们的心灵 被主你的爱 来促动 让我们的心灵 被主你的挑战 来激励我们 因为我们愿意在这个地上 来做主你的证病 求主你听我们的祈祷 也保守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 祝福他们 给他们有力量 继续向前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